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风起洛阳天剧照,王一博再次挑战古装剧,粉丝集体变百里夫人。 喜欢王一博的朋友都知道,王一博是河南洛阳人。 随着王一博爆红之后,大家对洛阳这个地方也有了更多的关注,而且作为洛阳人王一博还曾多次为自己的家长宣传。 之前王一博就曾在节目中宣传洛阳的各种文化。 王一博和洛阳其实还有更深的缘分,之前风起洛阳这部剧正式官宣阵容,这部剧将由黄轩、王一博和宋熙合作出演。 洛阳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,王一博能够出演这部作品也是一种幸运,让大家更加期待的是,王一博又一次挑战古装造型了。 说到王一博饰演的古装剧,大家第一反应一定就是陈情令。 陈情令是最近几年的一部经典爆款古装剧,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蓝忘机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因为王一博,蓝忘机这个角色变得更加鲜活,因为蓝忘机,王一博的生活变得更加明亮。 之前王一博参加面试,片方给出王一博的评价是清冷但不孤傲。 有些角色也是很挑人的,有的演员只需要静静地站在这里,他就已经给角色注入了灵魂,而这说的,大概就是王一博和蓝忘机。 风起洛阳并不同于以往的古装偶像剧,而是专注于探案题材的一部作品,剧中王一博和黄轩为了完成各自事情,最后不谋而合共同击破案件。 黄轩也是很优秀的一位男演员,他的很多作品也都很经典,风起洛阳陆续地也放出了很多剧照和预告,这部剧的质感很高级,有一种电影质感,整体的构图和色调都很有氛围感。 其实一部作品正式开播之前,从作品的预告片就能够看出片方的用心程度,优质的作品也会让大家更加期待。 最近片方也晒出了最新的三位主演的合照海报,三个人在海报中的篇幅很小,从海报设计中也能够看出,整部剧中是谜团重重的。 王一博也放出了自己的一些剧照,这一次王一博在剧中的造型和之前饰演的蓝望鸡是完全不一样的,人物设定和造型风格都很不一样。 能够看出王一博对这个角色的驾驭也是很成功的。 王一博在这部剧中饰演的白李鸿逸,他的设定本身就是一个世家公子,和王一博本身的气质也是有一些相似的。 王一博宣传新剧晒出很多剧照,评论区中的摩托姐姐也都集体变身为白李夫人,都很期待这部剧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。 风起洛阳已经杀清了大半年的时间,这部剧可以说是为播鲜活的一部作品,预告片的播放量也是很高的。 最近一段时间片方晒出最新海报,看到片方有所行动,大家也都开始猜测,会不会这部剧即将和大家见面了。 目前王一博有两部呆播剧,而且不论是题材,还是阵容都是很值得期待的。 虽然王一博的作品并没有很密集,但是每一部作品都足够精,果然是对自己有清醒规划的酷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